你今天如果还是靠信息差赚钱 你迟早有一天因为互联网 会把这个信息差给消灭掉 这个叫趋势 各行各业都是 在你这也不会特殊 不要跟趋势去对抗 只能拥抱趋势 张杰老师你好 我是一个从业了20多年的 开场的小老板 我的厂是做标识 发光字这个领域的 广告 然后你的客户是广告公司 对广告公司和一些大的连锁 因为这两年自媒体的出现 有很多90后 00后利用自媒体 把所有的发光字的价格 标识价格赤裸裸的 在抖音上呈现 然后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些 连锁单啊 广告公司啊 通过自媒体的这个曝光 把我们给直接甩到一边 我其实是广告领域的 一个小博主 那我这个问题的话 代表我们广告制作行业 刚刚跑给张杰老师了 好来掌声鼓励一下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同学 就像上次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有个同学说 说张老师 我们现在直播一天 能够卖一百万的货 但是我的经销商反对 我要不要做 我说当年董明珠的直播间 经销商也反对 董明珠做了吗 他做了 所以你反对无效 理解吗 什么叫趋势啊 趋势叫不与人的意志为转 所以你不能怪那些小伙子 小姐姐 他们通过社交媒体 把这个信息给透明化了 把价格给打爆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商业会越来越趋势透明化 你今天如果还是靠信息差赚钱 你迟早有一天因为互联网会把这个信息差给消灭掉 这个叫趋势 各行各业都是在你这也不会特殊的 不要跟趋势去对抗 只能拥抱趋势 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是谁搞出来的 是柯达 对吧 你不要以为柯达搞不来数码技术 最早的数码技术就是柯达搞出来 可是柯达为什么没有做数码技术呢 因为很简单 它的庞大的胶卷的利益供应链 它的庞大的胶卷的既得利益集团太强大了 叫路径依赖 所以你也不要以为诺基啊 搞不出智能手机 它的品牌 它的技术 它的人才早就把智能手机搞出来了 为什么没有转型呢 它庞大的功能机的生产线 那些既得利益者 我不让你搞 所以很多时候什么叫趋势 趋势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老板要看大事 对吧 今天刚才这个同学说 他说你看这些小姐姐小哥哥 他们在这个网上通过短视频 通过直播 把我们这个行业的价格给打爆了 我怎么办 你没得办 你怎么办 你良办 信息被透明化了 所以你原来赚钱 并不是因为你聪明 并不是因为你努力 并不是因为你勤奋 是因为信息差 是因为信息不透明 但是各行各业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信息将越来越透明 靠信息差 靠不透明来赚钱的行业 势必有一天会因为信息透明的到来 这个行业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革 所以这个东西 你没有办法和趋势去对抗 所以你只能去拥抱 好那你怎么办呢 你说你在抖音上 你也是一个博主 你也做短视频 那你不一定要卖产品 你不一定卖你那个发光字 那个让你的员工做就行 你的员工可以开几个账号 或者开几个廊徽账号 你卖什么 你拍什么 拍你的制作工 拍你的服务过程 拍客户用了你的发光字之后 它呈现出来的效果 再发客户用了你的产品之后 他的感受 这些视频主动去跑就行 就是要精准流量 不需要多少粉丝的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告诉 他说张老师 我也在做短视频 他是卖什么的呢 他是卖钢筋混泥土的 那个粘合机 他的客户就是总包商 分包商 他的用户是非常非常垂直的 他只有7000个粉丝 不到8000个 我说你这个账号变现了多少 他说张老师一年变现了500万 7000个粉丝 怎么变现500万 因为他不存在粉丝啊 关注他账号的人 就是很精准的用户 他卖什么 他拍什么 有几个上市公司 就是看他的抖音来找到他的 他实实在在告诉 8000个粉丝不到 他变现了500万 他问我怎么做 我说加大投入啊 怎么做 一个账号就能变现500万 你疯狂的再开10个账号啊 这个生意不是很简单吗 这个账号 你花了这么点时间 搞了7000个粉丝 就变现了500万 你说怎么搞 你乱搞都搞到钱 那就复制10个账号不就完了吗 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技巧 这是第一类账号的拍摄 就是拍产品 拍服务 拍客户见证 让你的员工去搞 搞几个矩阵出来 你自己干什么 你自己打造老板IP 你就不要讲你那个什么发光字 你就讲广告公司的困境 广告公司为什么赚不到钱 广告公司为什么没有流量 广告公司为什么竞争差 广告公司的未来在哪里 挖广告公司的痛点 然后给广告公司一个发展方向 给广告公司一个解决路径 让那些小的广告公司的老板 成为你的粉丝 你比他们还了解他们 你教广告公司的老板 怎么做价值创造 怎么做价值传递 怎么做价值分配 你就复制一个广告行业的张奇老师 理解了吗 你的粉丝是谁 你的粉丝就是广告公司的老板 然后他们就进你的粉丝群 你是以培训作为入口 找了一帮广告公司的客户 那你是不是可以卖产品给他 甚至卖加盟给他 你就按这两个逻辑去打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的东西没有一个废话 我的短视频一发出去 你的同行也会看到 所以要不你学 要不他学 好不好 来掌声鼓励一下 好来 我是张奇 市场正在被重新定义 为未来的创新和发展 打开更多的可能性 非常高兴能与企业家朋友们 分享交流 关于如何通过三业模式创新 实现企业快速成长的一些方法跟经验 非常高兴 这次有缘与企业家朋友们 做一次卓越CEO的进化之路的主题分享 作为一名总裁教练 我这些年更多时间是用一些特别的方式陪伴国内一些企业家成长 帮助他们重塑认知 从学习知识到破解难题 从知道到做到 从亲密轻微的管理者升级为赋能团队成长的领导者 在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下做出最优化的艰难决策 从而把握商业区域迎接挑战 选择大于努力 与谁同行决定了能去哪里 非常高兴能与企业家朋友们分享增量战略 企业从自然发展到战略性增长的话题 助力企业过亿破十亿越百亿真想增量突破的号角 我将带大家了解如何玩转直播电商 掌握短视频营销以及全网新媒体流量营销的密码 非常高兴能与企业家朋友们 分享关于企业家商业影响力的一些方法和经验 很高兴和大家去分享新商业驱动企业增长 探索新机市场重塑 期待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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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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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和你们见面 我们不见不散